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我们咪咪猜毛 期待母乳饰品的创办人们 欢迎咪咪板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咪咪板娘 哈喽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你 但我们很好奇说 你怎么会有当初有这个发想 创意成立这个品牌呢 会有这个发想是 当时我怀孕的时候 那我想着我女儿之后出生 我要怎么样保存它的胎毛跟期待 但是又不想要只是 就是传统的胎毛笔跟印章 那我就开始上网看 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发现到手链 我就觉得好特别 我深深背这个东西 觉得看起来很漂亮 对看起来很漂亮 然后我就开始着手去研究 怎么样去把胎毛期待 融合在这个珠子里面 然后串成一个美丽的视频 对 然后当我串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我就 我妈妈都会给我 就是50块钱去买早餐 那我就只会花20块买早餐 30块拿去买馅 对 然后买馅的时候 我就会偷偷在上课的时候 编手链戴在手上 那我做好第一颗胎毛猪的时候 我因为有这个经验 我很快就做出了第一条作品 我就把它编织在我的那个手链上 对 然后当时就觉得 自己很有成就感 超级耶 因为我们是从无到有 连这颗珠子的一开始的制作 你先要混合胶体嘛 然后把胎毛放进去 对 然后或者是母乳 然后制作到这颗胶 这颗水晶球 对 虽然水晶球 嗯 还是说怎么称 嗯 其实我的统称就是 毛发珠 毛发珠 对 但是它除了可以放毛发 还可以放鸡带 也可以放母乳 对 而且这些元素是你一开始就想要夹进去的 对 为什么去让它更完美的融合 对对对 但是那过程很艰辛 对不对 花了好几个月在测试 怎么把这个珠子完美的做好 对 那时候非常的艰辛就是 每一颗珠子都要经过打磨 它才会明亮 才会透亮 所以在打磨的过程中 其实你打到手的 有可能是起水泡 有可能是指甲都被磨掉 嗯 那就是每天一直这样做重复的事情 因为它其实有点枯燥发味 就是你要一直这样磨 不断的磨 然后磨到它整个变成透亮为止 这样子 是 对 那时候这样磨会不会怀疑啊 就想说到底有没有机会磨得很亮 会磨到怀疑人生 对啊 因为一直磨 它其实是要一个 真的是一段时间 然后它那个磨的过程 你说时间很久 因为其实 光打磨应该一两个小时起 起跳的哦 这真的超级怀疑人生的 对 真的 而且珠子又很小 你知道它就是要这样子拿着 这样磨 然后各面都要打磨 对 所以其实打磨过程中超辛苦 我觉得最累就是在打磨 对 所以当时诞生第一颗珠子的时候 应该超兴奋 超兴奋的 应该能做出这样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怎么可以这么有天分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有点做一次就上手 对 但是上手之后 我是之后是不断在改良其他的交替啦 因为我为了让它更漂亮 更透亮这样子 对 但是当时就觉得 欸 其实好像有这方面的天分 再加上 我小时候就喜欢做手链 对 所以我就又大量买了更多的手链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漂亮的视频 是 对 然后同时就是有好几条作品 然后我就把它开一个IG的账号 然后用我的名字 小明 咪咪下去命名 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诞生的 欸 品牌诞生反而是这样子喔 我们当时先制作这些作品 对 欸 真的成功了 才开启我们的账号 对 但是其实 初期都是蛮辛苦的啦 因为我们要度过 罚人问津的时候 对 当时都没有人问 一直到 我女儿七个月的时候 其实 当时每个月都只有一张订单而已 哇 对 然后你就觉得 自己是不是不适合 对 然后一直到我 后来遇到一个贵人 对 那个贵人 他来跟我订购 那我就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 发现我们很投缘 对 对我们有来自就是一样的故乡 对 然后在交货之后 他也非常的热心 去帮我在他的亲友团 社团 或是LINE团体中 LINE的社群中 帮我分享 那分享之后 有一天早上起床 我突然发现 起床我的粉丝 暴涨200多个 我整个冲到400多分 然后讯息是 滑不完 要滑到第二页 第三页的那种 对 然后 第一次有红了的感觉 有红了的感觉 对 尝到 欸 尝到红的滋味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 蛮感谢他 帮我这么无私的去分享 对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 当时他来找我做的时候 我们很有话聊 我们就已经变成客人跟朋友 对 那也因为他帮我的分享 让更多人去看到 这个最新 就是比较新形态的一些 纪念品的东西 对 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 所以其实我蛮感谢这个贵人 他真的是我事业的 就是 帮助我事业的一个 就是很好的朋友跟 契机店喔 我觉得他产生的时间也很刚好 因为很刚好 对 那时期不是因为好像你小孩才 已经出生吗 已经出生了 几个月 每个月都只有一笔订单 对 每个月都一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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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一直到七个七八个月的时候 其中一笔最珍贵的 对最珍贵的 虽然不是最大的订单 但是他是一个给我带来 很多就是很多客人啊 然后很多就是 影响力 对影响力的 影响力的那个客人跟朋友 我就是很开心喔 到现在你都还会记得这个 而且跟他变成朋友 对我跟他变成朋友 我们都有互相追踪 对方的私人的那个帐号 是 我会跟他约出去啊 对 就是有时候会一起疗愈了 然后一起关心对方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是 你的一个创作的理念 跟这个制作的一个心意 是有感动到他的 所以他愿意帮你做无常的 无私的分享 也愿意帮你做推广 他觉得你可能是 你的理念太棒了 他觉得应该要让更多的 这些妈妈们可以知道 有这么特殊的纪念品 对 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 当初我们秘密 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流 就完成自己的事业 可是我觉得 你自己对他 其实是有一个 互相意义的 对 他其实我一直以来的 理念都是八个字 相伴身边不离不弃 他的理念是 我里面是这样来的 就是我觉得 胎毛跟期待 都是宝宝来试上的时候 带来的第一份礼物 所以他非常的珍贵 母乳这东西是来自于 你成为妈妈之后才有的养分 对 那我觉得这三个很珍贵的东西 我会想要把它做成一个美丽的饰品 对 那可以随时佩戴在身边 然后也可以永久的去纪念它 那当然今天我觉得针对一些没有生小孩的 就是客人们 那你们都会有很多都会有那种毛小孩 对 不管是狗狗或是猫咪 他们的毛发 就是一样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柱子里面 那我觉得短暂的纪念 短暂的陪伴 他也可以永久长久的去纪念它 对 那这就是跟我的理念很像 就是随时他们都可以相伴摔在彼此的身边 不离不弃这样子 是 我觉得这一段过程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自己对这个东西的热爱 我觉得更多是有一些信仰 因为你想要留下这个纪念 然后你努力也去完成它 没想到我喜欢我坚持的这件事情 做出来的东西是很多人心上 也想要的 对 好像也完成了别人心中的那个梦想 对 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如果今天只是做印章或是毛笔 透过这个贵人好友的分享 我们的分享让我们粉丝也暴涨 对 那订单也加速是不是也让你有更多的一个创业的想法 我们也衍生了更多产品的一个类别 对 当时我会去就是出了一开始最单纯的手电以外 那很多人可能客人会说 出了手电以外 因为我没有习惯戴手电 那有没有项链 有没有戒指 那之后又进了发展成 有没有耳环 那其实我都会去听客人的心声 你们有求我就必应 对 我就去找 对 但是我找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我这边出的款式都是比较简约型的 因为我想要让他们不分场合都可以去佩戴我的饰品 对 因为这东西很珍贵 我觉得会随时想要带它 不会想要因为好难搭配我就不带它 但是它又是我的小孩 对 又心头肉的感觉我舍不得把它拿下来 对 所以我一定要让它是可以穿搭就是各种风格 然后跟场合都可以佩戴的东西 对 所以当时我就会听他们的心声 然后去做出一些更不一样的造型 那我觉得我最特别一样的东西就是 庭安扣 因为我觉得庭安它寓意象征的就是圆圆满满 平平安安 因为它是圆形的 对 那其实很多妈妈就会 一推出之后很多妈妈就会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他们觉得庭安扣好特别 因为他们其实在鼻子店可能就是没有看过 因为一般其实最基本就是圆球的 珠子的造型 那我觉得做出平安扣之后 他们把 它可以更完整的去看到 脐带跟毛发在里面的样子 对 因为它比较薄 然后比较平面一点 所以你可以更完整去看到它 然后把它做成就是编织的手环 然后可以让小孩去佩戴 然后也有一个寓意就是平安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吊饰 因为很多爸爸 他其实不带手链 他们就会把它做成吊饰 过在车上 那也会寓意洗车平安 对 然后又是自己的小孩 其实就是蛮有意义的 有家人紧密连结的感觉 对 随时随便都可以连结 那不管今天是阿公阿嬷什么都可以做一颗 真的 对 我不带手链 但是至少我开车我可以看到他 对 的确是 没想到我们一个小小的念想 然后可以造就这么多人喜欢 那其实这几种也会让你有很多感动的故事 对不对 对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就是在新北市的一个妈妈 他的宝宝因为期待绕井就出生之后期待绕井 窒息 然后就走了 那宝宝唯一留给他的就是一点点的胎毛还有期待 是 那他那时候找到我跟我宿舍这些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能感觉到他非常的绝望 然后但是他又觉得很想要就是留下这些很珍贵的东西 那我交过给他之后他就传了一份文字给我 他就说他非常感动我能够让他在母亲节前夕去收到这样东西 是 因为他跟他老公都觉得宝宝并没有离开他 然后还是跟他一起坐着母亲节 那我当下听到这些文字我觉得很感动 那我也很高兴自己能够帮助到他 那虽然我们是数位磨面的网友吧 对 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帮助到他 然后我让他就是我做到了 我让他的孩子在他身边并没有离开过他 那就是跟我的理念非常不搭 就是相伴身边不离不弃 那我就觉得那我的理念没有错 那我走的路也没有错 就是我要继续朝这方面走下去这样子 对 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搭配这些初衷跟这些 为了我们的客群也好 完成他们心中的梦想 对 这些坚持会让我们继续努力下去 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真的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你来分享 在我们这个品牌未来的规划上面会是什么 未来的规划其实我会着重在于 我想要出更多很特别不一样的产品 然后尤其是就是可能针对胎毛 或是针对宠物毛的部分 因为宠物毛其实是我最近才开始比较做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我之前我的小孩他其实对宠物毛会过敏 对 所以在他还在家还没去上课那段时间 其实我没有开放宠物毛 对 那他现在去上课我就会开始接一些宠物毛 那我就会做一些更多可以宠物毛的一些视频 视频类的 对 然后做出更多漂亮的作品 然后我希望那些妈妈来逛到我的卖场 就会觉得 怎么这么多 选择在因为每个都很漂亮 最后都包回家这样子 对 我觉得看着自己的作品里面 好像 我们没想到我们透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发想 然后产生这么多元素 对 会让这么多人喜爱 其实是这个意义是很多人都理解的 对 他们非常的 就是一看就觉得 确定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因为他们会觉得 陪伴在身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对 然后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想要就是 我现在已经在筹备这件事情 就是我是想要进驻到月子中心 直接让妈妈第一时间 知道这件事情 对 然后你可以去 就是比如说DIY体验啊 或者是 就是找到我的作品 那你可以在月子中的时候就开始构想 你有什么想要的手链 你可以跟我讨论 做出一个就是你们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 是 可以让妈妈们有更多的发想 而且对那个小孩的诞生 对 是很期待的 对 因为小孩子其实带回家 有生过小孩就会知道 回到家没有时间想 对 这个 所以只有在月中的时候可以想 所以要在他们月中比较清闲的时间 我觉得他们才可以去 很认真的去构想 他们真正理想中想要的东西 是 对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初步的一个计划 对 初步的计划 然后也会增添 现在大家因为毛小孩的议题很重要 所以大家也有这个需求 对 所以我们未来会增加毛小孩的部分 对 毛小孩 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还说 透过毛发的部分 可能甚至我们会扩到 不只是新生儿的胎毛的部分 只要是你有想制作的毛发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可以 就是像有一些像亲人去世的头发 其实他们都会来找我制作 有可能来自于阿嬷的白头发 对 或是爸爸 他会把灰色的毛囊 因为可能要接近白发又接近黑发 那他们是想要去保留着 那这些东西只要是毛发 你都可以制作 或者是我有做一些夫妻解法 对有些人就是夫妻 然后把他们的头发融合在一起 一起去做成一样的情侣手环 都可以 对 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帮助到蛮多人的 比如说是定情物 然后比如说就是生小孩的迷月礼物 对像我也蛮多客人 他是会拿就是肝女儿啊还是什么的头发 对然后去送给那个妈妈当成宝宝的迷月礼物 对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只要任何你想的到 你想要留下意义的 只要是毛都可以 最后想要请咪咪来分享 我觉得自己的创业 可以说是幸运吗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太多的努力是你在不知不觉中达成的 然后遇到的这些贵人 也不是叫幸运 我觉得他是看中你这份努力跟真诚 然后他愿意把你分享 也就成为你的贵人 对主要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我自己的作品 其实每样作品做出来我自己都会上手世代 不是上身世代 当我真的觉得满意了 我才会去把它放到网站上面就是开卖 对因为我觉得你要先自己喜欢你自己的作品 你肯定了你自己 那你的东西才会值得被人家看到 跟值得被人家喜欢 对 那我想要请咪咪来分享 其他想创业的人 他要如何去找他自己这个创业 你要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创业者他必须就是满意 满意你自己的东西 而且你必须要亲身去体验过 试验过 包含你找很多的亲朋好友来 而且你要找亲朋好友一个重点就是 他必须跟你讲诚实的话 好或不好他敢愿意跟你讲 要坦白说 而不是迎合你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还不错 我不喜欢这种朋友 我不喜欢这种实测的方法 我喜欢我给他 你帮我测两个月 你每天带着洗澡 你都不要拔 你睡觉也不要拔 然后你要告诉我两个月后你的想法 对 那他们就会告诉我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推测 OK 会推测东西我就不卖 对 因为我觉得客人他其实蛮在意的就是 这个东西他保存的永久性 对 那我会针对 我就要去倾听客人的诉求 当今天这个客人来了 你要很明确的 不是只是急着推销 我赶快成交定 我觉得不是 是你要去理解他需要什么 我今天想要找一个不退色的东西 那你有没有想法 那你必须就是推给他 而不是从什么高价位推 我觉得那都是错误的想法 你一定要去量身打造一个属于 符合他需求的东西 对 那我觉得就是倾听客人的意见 这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 后来我经营到现在 我觉得粉丝数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让客人 从进来到交完 或他的这个整体的体验 你的口碑非常的重要 口碑会比粉丝来的重要 你没有口碑 你再多的粉丝都不会有人买 的确是 对 那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创业 你可以看参考别人的作品 但不是叫你去抄袭他 是 而是你要去想着 我要怎么样超越这间店 他做这东西 我要怎么样比他更好 是 对 你的卖点是什么 你要去就是去想清楚 对 以上分享超赞的喔 因为我们也 刚刚在故事一开始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明明也是 从一个网路上的一个 资讯 图片资讯 找到自己想创作的动力 这就是你的来源啊 对 而且你是产生新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想法 变化成你自己的东西 当时我当然也是看别人 因为毕竟网路很发达 我真的不看到也很难 我只要一查过 就全部往 那个 就已经创出来了 对 然后你就觉得 欸很漂亮 但是我要怎么样比他更漂亮 是 我就是会有一种比较的心态 那我就超越他 他做这个OK 我会比他更强 就是这种心态 然后我们去做到现在这样子 嗯 的确喔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 一个人的成就绝对不是偶然的喔 不是偶然的 然后还有别人 你必须要努力 欸真的喔 就是当初的那个磨破指甲 磨破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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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破皮 这时候是努力过来的 对努力过来的 没错 今天谢谢我们咪咪带来的传言故事 非常精彩 谢谢 谢谢 嗯 OK 谢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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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